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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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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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阻止 後來發現原來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職員登入的電腦 但後來他不記得登入下班的時候 就有其他工作人員用了他的電腦 有一個工作人員用了電腦去檢查資料 上面就把三號離繪的確實地址讀出來 後來問阿伯是否你所說的 我沒有記憶,但好像沒有LOCKOUT 總之誰用的機器,你推我揚 總之整個政府部門,即是那個政府部門 就領了一項,提出了地址 小提英統知道地址之後 當然是行動,我有一件事要補充 剛才我們也說了,在那半年期間 三號離繪都收不到什麼騷擾電郵 他就鬆懈了,原來警方借過一套 中文點譯,防盜的鏡頭系統 我不知道他安裝在家裡還是哪裡 他一直有用 直至那時候沒有騷擾他 可能也是小提英統的戰術 他就把這套東西還給警方 不需要了,結果呢 找私家清探社,11月5日便找到給他 而小提英統11月6日便來了 亦都是事發日子 他細節是怎樣的,知道嗎 原來他在發生命案之前 他找到一個地址 然後他再回到Yahoo智慧袋 去問你知不知道這個地址是怎樣的 還有你知不知道在哪裡可以買刀 或者是問一些關於犯罪的事 但最難明白是問一些人在哪裡買刀 我想是不是有點愚蠢 刀,我想你去100日圓店也能買刀 差不多想問是用刀刺人會不會流血 我想都要問,因為我不明白為什麼要問 但後來查一下真的有這些問題 他的飯案是怎樣的 當然是買刀 他去到買刀,原來在CCTV那裡見到 他是捧著一個紙箱去買東西 買完之後就把紙箱放在離繪的家門口 應該是假裝送貨員 即是擔心掩人耳目 因為那區不是他住那裡 其實當時是哪部CCTV呢 那部閉路電視是一間便利店裏面 就是最近三好離繪家附近的一間便利店的閉路電視 其實是有圖片的 亦都是我Facebook那裡 先看看便利店 便利店 就是這間便利店 走到斜路上 一路走多十多分鐘 到三好離繪的家 這間便利店 就是我找到一個地址 叫Capture的畫面出來 好了 CCTV拍到什麼呢 就是一個這樣的男人 也是 又是 拉著寧野江下水 貌似寧野江的一片騷 他的頭部已經爆了很多 他是電了還是谷爆呢 都不確定 總之就可能 他在這個時刻忍不住要爆 他因為情緒爆出來 他就帶了刀去找三好離繪 應該CCTV還有相近的 這個樣子真是恐怖一點 滄桑一點 這個樣子已經是 那些人都叫做 頭髮蓬鬆 都不理義用 但那個盒裡面有什麼 真是不知道 但他帶了刀去找三好離繪 那三好離繪的家屋是怎樣的呢 我也是找到一個地址採取出來的 大家看看 Hudy不如你解說 他是怎樣進入房子裡 應該是房子鎖了門 怎樣進入 雖然房子的門口鎖了 但原來有些窗口沒有鎖 他是可以由一樓 即地下 日本叫一樓 由一樓的窗口 爬入屋去行空 當然了 三好離繪被他刺死了 事後法醫應該有嚴肆 他身上有什麼傷口呢 離繪的身上有多處被刺傷割傷 其實他身中多多 而頸上有致命傷 他最後是失血過多 這樣死了 Hidy看圖片 我們就說 我們在節目裡也說過 日本人的一樓 即地下 上一層 我們可能叫一樓 其實他們叫二樓 這個小提鷹筒殺了前度旅遊之後 就上去二樓窗台上吊 Hidy看圖片看到二樓窗台嗎 其實那個 你看到嗎 小小的 對 你看到圖片中間編了 是 有個鱷筒 鱷筒 圈著這個位置 就是所謂窗台 即是一個花架 看到了 那條繩在這裏 就是在這裏上吊 所以你想想 路人經過 看到一條絲 即掛鹹魚 掛蠟鴨 這樣吊在這裏 那個畫面 都相當驚嚇 就把他殺死了 好 好